那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东西 这些因子都会影响你族群内基因频率 等位基因频率的变化 像这样的变化是随时间发生改变 就属于演化 而它属于微演化 因为你不会看到新种产生 或是旧的种灭绝 你看到的是一个族群 随着时间 它的各等位基因的频率 在随时间发生改变 所以改变是很小的 那指的就是等位基因 或是基因频率在改变 所以我们说你的族群的遗传结构在改变 你的基因扑里面各基因的频率 你整个遗传的结构在改变 而这个改变累积多了 就可能产生新种 但如果只是频率的改变 它的变化很小 所以称之为微演化 microevolution 而微演化基因频率的变化 就是演化的最小单位 所有的演化都从基因的频率开始改变 开始累积 累积到某种程度就产生新种 所以要有微演化 才会出现巨演化 巨大的演化 所以我们就以这一页 当作本节的族群遗传学的结尾 感谢观看